上回说道 小李开启八门对甲 施展李莲华爆打我爱罗 我爱罗葫芦画沙逃过一劫 反手要对小李痛下杀手 危机关头 凯及时出现救下小李 我爱罗问凯为什么要出来阻止他 凯说因为小李是他心爱的部下 其实在我看来 凯现在早就把小李当成亲儿子一样看待了 这时候他肯定是要出手阻止的 当然从小就没有体会过亲情的嘎啦 自然是理解不了 我爱罗站起身 收好自己的沙子 说了句不打了 然后转身就走 正在疾风要宣布 获胜者是我爱罗时 却看到小李又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凯走过去一看 此时他早已经失去了意识 站起来的举动 只是他本能的反应 是被他想要贯彻自己忍到的信念驱使的 只是凯终于忍不住 流下了眼泪 然后一把抱住了小李 随后疾风宣布 获胜者是我爱罗 医疗般检查了小李的身体后 把凯叫到一边和他说 小李由于左脚伤得太严重 恐怕以后都不能以忍者的身费生活了 说完后就把小李抬走了 这消息对于凯来说 就是晴天霹雳 他恨自己没有早一点下来阻止 其实他也很想帮小李实现他的忍道 接下来就是这场预险赛的最后一场 是阴忍的托斯对战丁刺 托斯心想 赢了这场比赛 然后就可以和左柱交手了 而丁刺心想 赢了这场比赛 就可以去吃烤肉了 为了激发丁刺的斗志 景也还喊了他一声肥猪 被激怒的丁刺 直接给自己充满了气 然后一招肉弹战车滚向托斯 托斯一跳两跳 轻松就躲开了 这丁刺就把自己装进了墙里 托斯身处装着音波装置的手 一拳插进了丁刺的身体 然后轻轻一弹 丁刺便受到了音波攻击 失去战斗力 无法继续比赛 就这样 托斯获得了第十回合的胜利 预选赛的全部比赛进行完毕 卡卡西由于担心左柱的状况 就提前撤了 来到医院正好遇到了 收到大蛇丸的指令 来偷左柱的兜 一番战斗 却被他用计谋逃跑了 卡卡西见这兜实力不凡 心想这个人一定不简单 回到赛场这边 三代火影给通过预选赛的人 介绍了下第三场考试的内容 考试将在一个月后进行 到时候会有各国的大名 和忍者头目来观看比赛 他们几个可以利用这段时间 分析下对手的实力 再增进下自己的实力 接着让他们抽签分了组 名人这回如愿以偿 他的对手正是天才宁次 由于左柱不在场 别人抽完签后剩下的那个号就是他的 他被飞到的对手是吴艾罗 随后三代又说 签来观看比赛的各国大名和忍者头目 会是这场考试的评审团 会根据他们几个的表现做出评估 被认为有充分的中人资质的人 就算考试失败 也能当上中人 也就是说 这里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中人 当然也有可能 一个都成不了 名人为了赶紧提升实力 找到了卡卡西 想让他帮着自己修炼 然而卡卡西却拒绝了他 说自己还有其他事要处理 名人说 你肯定是要去教佐助 哎呀别慌别慌 我给你找了个更好的老师 名人扭头一看 这不是自己的手下败将 梅骚色狼演劲老师吗 卡卡西一听 冒出了一头的问号 什么梅骚色狼 居然还有人比我还梅骚 慧比兽连忙捂住名人的嘴说 你最骚你最骚 为了不让名人抖出自己的糗事 慧比兽说 只要他保密这件事 就请他吃好吃的吃到饱 名人一听 行吧 就勉强答应了 但是还是接受不了 他来教自己这件事 慧比兽又说 你来跑 我来追 如果我要抓到你 我就把你 他说 只要名人能从他手上逃掉 他就乖乖走人 还会去劝说卡卡西来教他 名人一听 那太好了 随后两人就开始了追逐大战 但是毕竟人家慧比兽是个上人 轻轻松松的就抓住了名人 在吃伊勒拉面的时候 慧比兽和名人讲了下 他控制插克拉的能力到底有多差 名人这才意识到 自己的问题到底有多大 然后就乖乖的跟着慧比兽去修炼了 慧比兽把他带到了温泉 这次他们修炼的课题是 把查克拉宁就在脚上 然后在水上行走 看到慧比兽的表演后 名人表示自己也要试试 然而脚一踩到水面上 直接就掉了下去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后 开始慢慢的掌握了一点技巧 这时他突然被一个人吓到掉进水里 慧比兽回头一看 一个一头银发的人 正在偷窥隔壁的女藻池 面对这种无耻的行为 慧比兽冲上去就要惩恶扬善 只见此人一回头 召唤出一只蛤蟆 慧比兽看到他的脸后 说了句你是 然而你是谁还没说出口 就被蛤蟆舌头缠住 甩到了地上 差点当场去世 那么说这个人是谁呢 他就是木叶三人之一的自来也 看着趴在地上的小眼镜 名人企图用千年纱叫醒他 结果发现并不好使 随后就问 这个骑蛤蟆的人是谁 自来也自称是妙木山的蛤蟆仙人 什么蛤蟆仙人 我看你就是蛤蟆仙人 现在眼镜老师不省人事 再看这个蛤蟆仙人 似乎很厉害的样子 名人就想让他陪自己修炼 自来也表示 正忙着收集素材创作 没功夫和他玩 然而名人并没有放弃 一直追着自来也死缠烂打 自来也被他缠得不耐烦了 就说想让自己教他也行 条件是给他带一个 这种曲线的成熟果实回来 自来也的意思是 让他带个女人回来 而名人却真的给他带回来了 一个成熟的大西瓜 气得自来也掏出一把刀 就把西瓜给切了 名人则是开心的吃了起来 自来也说 自己想要的是丰满的小姐姐 并不是真的果实 名人一听 那你早说呀 不就是想看小姐姐吗 来我给你看个好康的 然后就给自来也 耍起了色药树 自来也看到后 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小伙子你很懂吗 你这个徒弟我收了 还说希望名人在自己面前 一直保持这个样子 名人一听 直接解除了忍树 还说你不是色狼 自来也说 我真的不是色狼 而是超级大色狼 最后他们就开始了修炼 自来也让名人 继续去练洗水上行走 名人刚走两步 就掉了下去 上岸后 他索性脱掉了衣服 这时自来也让他 再凝聚一次查克拉 给他看看 名人凝聚查克拉后 肚子上九尾的封印 和大蛇丸施加的五星封印 都随之显露了出来 就是这个五星封印 导致九尾的查克拉 和名人的查克拉 混合无法安定 才使得他凝聚不好查克拉 自来也一看 就知道这是大蛇丸的手笔 然后施展五星解印 给他解开了 随即让名人 再去水上行走试试 这次名人走在水上 竟然不摇不晃 就好像踩在平地上一样 见这情况 名人开心的又蹦又跳 随后自来也问他 有没有发现自己体内 有两股查克拉 名人仔细想了想 确实好像是 除了蓝色查克拉之外 还有一股特别的红色查克拉 自来也告诉他 这是他自身的优势 让他要学会利用 说完后就结束了今天的修炼 带着名人去泡了泡温泉 另一边 晚上五爱罗正在外面放风 隐忍的托斯找上了他 因为第三场考试 五爱罗的对手是佐助 所以他想在这里打败他 这样手轮轮空的他 和佐助交手的几率就更高了 托斯倒是对自己也很自信 然而月光下 五爱罗的影子突变 随后一招就秒了托斯 此时不远处 两个人正在看戏 其中一个是五爱罗的老师马基 另一个是钥匙兜 两个人正在说着什么 要摧毁木叶 正在偷听他们谈话的疾风很是震惊 没想到身为同盟国的杀之国 居然和阴人暗中勾结 知道事态的严重性 他要赶紧把这件事 汇报给火影大人 然而他的行踪早就已经被发现 马基追上他后 就把他给杀人灭口了 到了第二天 斯莱也继续带着名人修行 斯莱也让他试着凝聚红色查克拉试试 说接下来要教他的通灵术 必须要依靠他体内的红色查克拉 名人试了半天 只能凝聚出普通的查克拉 随后斯莱也就让他 先把体内的普通查克拉全都消耗掉 名人表示这简单 然后就施展了多重影分身 开始表演我打我自己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